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说是充满了这个青春的气息 怎么说呢 爆红的边缘父子的年轻主要演员 他们是不可挡 可能会成为新一代偶像级的艺人吗 新一代偶像需要什么特质 国际面貌还是本土味 如何包装把握形式呢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 稍后三位演员会来到节目的现场 好 我们摄影棚现在很热了 我们现在在现场已经欢迎到来自边缘父子 三名年轻的演员 欢迎你们 首次来做客 那现在呢 让他们和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很快在商业资讯之后呢 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问问他们 对 我们要探讨城市大家说 到底新一代偶像级艺人呢 他们需要怎么样的特质 是 要走开 我们商业资讯之后很快就回来了 大家请你们推我一点 老公好 慢慢推 早安您好 城市大家说我们今天来说一下呢 这几位年轻演员势不可挡 而且呢据说他们的这个人气 已经直逼了阿哥阿姐 非凡喔 他们是新一代的偶像艺人 而且有很多的粉丝 我们现在先来研究一下 当偶像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特质 我想今天在现场的三位呢 应该都有些自己的想法 是 我们也要呼吁喜欢他们的观众朋友 稍后来电 6250-685-160-1210 马上请他们出场 首先很高兴地邀请到 电视剧编缘父子的年轻演员 共三位 那就是方伟杰 你好 还有静怡 你好 以及吴静薇 欢迎 欢迎 好 三位都是首次来我们这里做客 所以我们就要先从最基本的 先来问问大家了 现在目前为止 觉得说现在感觉跟自己在 视野边缘父子之前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呢 就是认识你的人会比较多 然后呢就是 大家会好像挺仰慕你的 就是好像比方说你的穿着 你的打扮这些 好像人家想知道 你的头发是哪里剪的 你的衣服是在哪里买的 但是觉得你的穿着还蛮好看 蛮style的 所以 已经把你当偶像看了 还好吧 这样子在学校进出会不会有压力 你在公合理工学院吗 对 现在实习了 所以还好 所以今天在学校不会有压力 你会不会上课的时候 发现很多人在后面盯着你看 这 跟随你 有 有啊 有啊 所以明明就不是班上的同学也开始出现了 有 真的会 对真的会 那对女生来讲这样会不会也有一样的情况吗 建宇 不会吧 我觉得还跟一切一样 不会有这样的东西 可是会有人来 如果我走过会他们会盯着 可是不会跟拉 会不会觉得不习惯现在 嗯 还好 因为不是很糟糕情况 所以还好 我们知道之前他们这个界面会 有人是损失惨重 连那个皮夹都坏了 哈哈哈 他们真的是好火红哦 发现什么事啊现场 呃就是 就是很多人拉来拉去 然后就是 最近我就听到一个 呃一声 呃 在巴士上才发现那个袖子里面 哎呦 有了一个洞 哇哦 所以当时的感受是 觉得你是高兴吗 很高兴啊 可是越一点啊 被吓到的感觉 因为没想到真的会那么多人来支持我们 是的 嗯 我知道虽然说呢 现在三位呢 对观众朋友来讲说 哎 好像看到三位一夕之间爆红 对 但是就我们知道 其实三位都已经努力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都有经验的 嗯 其实 我们先稍后呢 再来继续访问 现在呢 有位郑太太 有问题要问你们了 早安你好 郑太太 早安你好 你们拍戏会辛苦吗 三位 辛苦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我们很喜欢拍戏 我们也很爱拍戏 所以我们也是每一天都很 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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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上学跟起来拍戏会很不同 对 所以那个辛苦是值得的 非常值得的 对 有人要考欧学者了 今年 我们两个 你们两个 现在有时间准备吗 现在还好 因为现在也没有拍戏 所以 怎么样 现在已经九月了 所以怎么样来平衡呢 来坚固 因为拍戏的时间不会在学校里面 所以不会有冲突 其实我们在我们早安你好的Facebook页面上呢 也有观众朋友做出询问 要问问三位呢 在一开始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 踏上了演艺的这条路的呢 怎么样入行的 我是以前有一个模特的BGC 然后那时候他们有就是让我来新传媒来试镜 但是那个时候呢 因为好像也许本身不符合那个角色吧 还是还是什么 但是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但是在新传媒演员就是电视连剧这部门 他们有把我的档案收了起来 过了一两年后吧 就是《警徽天子》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角色叫罗超龙 然后他们叫我去演了 就这样进来了 你是不是一直都有这种坏小孩的形象 还就是我觉得也许是脸吧 我不知道 是男生比较坏 比较会受女生喜欢吗 我觉得还好 因为现在女孩子全部都很喜欢坏男孩的样子 所以你说很坏吗 还好 你在一开始是怎么入行的呢 我是从三岁当模特儿 然后加入了新传媒的演员训练班 然后从九岁开始就一直在拍戏 他的舞台经验好丰富 而且还出现在像广告啊 电视剧啊等等的 所以已经很扎实了他的顶 虽然他还那么年轻 你是不是还会唱歌 有学过也有表演过 你通常表演的曲目是什么 是华文歌吧 曾经有跟吴嘉卫唱过《一人一半》和唱过 对 我们现场可以听一段吗 对啊 他就没有唱了 你知道下节目就是这样子的 一小段就好 一小段 OK 记得歌词吗 还好很久没有听 一人一半感情不散 嗯 就唱了两句而已 别倒 很久没有唱了 好了 不错不错 有信而家 好 我们热线呢 真的是好多观众打电话进来 陈先生 早安你好 早 早安你好 两位主持人 早 敬威敬余 韦杰 早安好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第一部戏是哪一部呢 嗯 嗯 我的第一部戏就是《Fighting Spider》 是在 Channel 5 的一部戏 嗯 然后后来你也在《警惠天职》 没有啊 哈哈哈 是另一个坏小孩 那是他 是另一个坏小孩 是另一个坏小孩 所以这个坏小孩的形象会成为一种压力吗 啊 有点啊 就怕 嗯 就怕被定型 嗯 就怕被定型 就是每部戏都 都当流氓就是 不好 那你想要做好人吗 现在 要做书生型的吗 也好啊 可以试一试啦 嗯 其实从《Fighting Spider》 这样五频道的戏来演华语 曲对你来说 会不会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换 嗯 还好 可是呢 那个剧本就是很不同啊 嗯 就是 而且字全部变成很像方块 还有就是 华语 华语的字体 我可以先问一下你在学校的华语成绩怎么样 嗯 很好的啦 A B C 是多少 可以一个B啦 那也还不错 现在有在班上会叫名字的吗 会被老师叫的吗 嗯 只是 不是打瞌睡 还有静怡 韦杰第一部戏呢 观众好知道 我的第一部戏也是在 Channel 5的一个 like documentary show 是 Tap TV 如果 我还记得的话 因为很久很久了 那是你几岁的时候的事情 嗯 十岁吧 嗯 欸不对 十二岁 大概四五年前的事了 对很久 这里唯一位超过二十岁的 就是你的 是 超凌的 我的第一部戏就是 警惠天使 对 在里面演了一个 对 一个角色 叫罗超龙 罗超龙这个角色 是 好 罗女士早安你好 有什么话要对我们三位 年轻的偶像说 我想问这两位帅哥 他们在打斗的时候 有没有受过伤 嗯 有没有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伤心累累 我们看不到你们的背后心 因为有的时候呢 我跟A B 我们是 自己像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自从这部戏开始拍了起来 但是很多打斗的戏 我们都是来真的 那样才真嘛 拍出来才好看 因为我们都很 非常非常的 就是 很融入 在这个我们的角色里面 我们基本上在一演戏的时候 就是打架 就是打架 打架 但是每次打完架的时候 就会 扶摸 两个的脸 OK吗 对啊 又受伤啊 谁打谁会比较重 我记得有一次 我记得有一次 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踢到一个肚子 要有一个飞踢嘛 就是 在 咖啪上面 爬爬爬爬 一脚踢他 真的有踢他 你说吗 其实现在就是这段 就是这段 对 所以在当下你们怎么拿捏呢 尤其是姐妹大概在这一方面的那个经验 爱与年纪应该也有些 对对对 我们有 很有经验的无数指导 达哥 对对对 然后他会一直安排我们怎样怎样 怎样角度的方向这些 听说你呢 星达哥也给了你们一些提示 对对对对 他就一直教我们 怎么留意镜头在哪里 所以 如果比如 被打的时候被创邦这些 而且你是饰演他的儿子嘛 所以比较多机会 对不对 嗯 很多机会是说他就说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样子总结一下 如果说当偶像明星就表示说 懂得怎么样打架跟被打 会不会太简单了 还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特别呢 对 不单单只是会演而已 你们觉得要有怎么样的一些条件 第一要感恩 感恩曾经一路上帮过你的贵人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上个人都有各自的贵人 对 我们上个人都有一个 同样一个贵人 就是我们的林昆辉导演 嗯 就是我们的林昆辉导演 他是我们的 呃 他教导了我们很多 跟我们说了很多 所以我们不能忘本 也不可以 我们做人要饮水寺源 也不可以忘本付于这样 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心态 还有成熟度 成熟度完全不符合你的年龄 超联 对 因为我从小就自己来这边 然后父母亲从小就离异了 所以 基本上怎么说呢 就是说 你的成长的环境给你成长的 呃 当你自己一个人可以自立更生 不能说自立更生 比较独立 比较独立的话 你的想法跟思想 还有成熟度一定会拉上 所以会完全的不同 你对你自己的要求是什么 我对我自己要求还蛮高的 对 虽然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或者是知名度吧 对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做好 人家再看着你 如果你做不好的话 我们大家都 嗯 不会 就是希望 因为人家 仰慕你嘛 对你有期望 对你有期望 所以不可以让人家失望 是 好 观众对他有什么期望 陈小姐 早安您好 早安主持人 谢谢 他三位年轻的演员 他三位年轻的演员 我想了 请问Edwin 因为你跟林蓝星大哥的对手戏 会比较多 对你在他身上有学了些什么呢 有什么趣事吗 因为我相信他是个 很经验丰富的演员 所以应该会很多这些 对手戏 很有趣的 是 谢谢陈小姐 谢谢 对 蓝星哥他就是有教了我 真的很多东西 然后就是 比如教我怎么把对白怎么说的顺一点 还有 脸部的表情怎么做得好一点 比较自然 这些 就是大概这些了 会不会也包括了在你们可能像自我要求方面 或是在接下来自己的安排规划方面也提供你们一些建议呢 你是说的 没有 你是说的 没有 比如说好像 哪里做应该比较好 我们都是跟着他们一起的情绪 情绪 情绪的角色 然后会演了 比较 演了很深 很投入 阿雅呢 我跟他们的戏不是很多 可是也是跟了我的爸爸妈妈在戏里面学了很多 因为他们吵架的时候让我感受到他们的情绪 那让我也更入戏 他们三位呢富有朝气 而且呢非常有才华 很认真 我相信他们在接下来的日子是前途无量的 是 而且呢其实大家想要跟他们做近距离的接触的话呢 在来临的星期天9月11号下午的两点到4点钟 边缘父子的年轻演员 他们就会在Cathie Cinelicher Cinelicher Orchard和所有的影迷们见面了 那您呢将有机会给他们合照 同时还可以获得他们的照片 照片是先到先的发完为止的 好 还有在等会呢9点钟开始 边缘父子的三位演员 也将会是通过8频道的Facebook视频 和大家进行现场的交流 那就是www.facebook.com slash media call 然后呢点Channel A 就是CH8就可以了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一次的感谢三位演员 今天超空来到现场 谢谢你们 谢谢